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年俄罗斯博览会中国日在线展览的开幕式 它将在联邦旅游发展局和倡议提倡局的支持下 于12月6日至10日举行 同时呢 我们的活动也是在Trip on Rue Group集团的支持下来进行指办 今天我们的活动呢 由中国与俄罗斯的旅游机构举止 由世界上最大的旅游机构Trip.com集团 维海市文化旅游局 北戴河旅游文化广播电视局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广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以及山海天体国际 那么今天的俄方的主办方呢 是圣彼得堡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后备加尔边疆区旅游信息中心 本周来自俄罗斯的六个地区 圣彼得堡 曼曼斯克州 萨哈林州 后备加尔边疆区 斯维特罗夫斯克州 萨玛拉州和索契的罗泽互特旅游中心 在推荐会的期间当中 专家向您介绍俄罗斯旅游产品 向您跟大家介绍俄罗斯各地区有趣的旅游地点 和各类的旅游路线 在红色中国展上呢 所有的展上都可以通过networking系统 和俄罗斯卖家交换电子卡的详细信息 请不要忘记在网络系统上单独进行注册 您可以在展会网站上的个人介绍中 看到您是否连接 如果您在连接的时候遇到困难 您可以随时向我们的技术团队发送电子邮件 我们将帮您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 我们的邮箱呢是info at russia.trival 至今为止中国旅客进入俄罗斯是没有任何障碍的 我俄罗斯的边境是正式开放 但是我们全世界目前还处在疫情的背景下 那么中国有自己的要求和限制 但是我们想告诉来自中国的同事们 那么俄罗斯的疫苗接种率每天都在增长 至上周末为止呢 我们有超过7200万人接种了俄罗斯的疫苗的第一部分 6400万人的接种了两针 因此呢我们的全体集体免疫率已达到54% 有的地区呢我们的集体免疫率已经超过了80% 比如说克里米亚半岛的西瓦斯多波尔 因此呢我认为在2022年我们的全民接种率呢 全民的免疫率呢能够达到80%到85% 因此呢我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旅客交流会恢复正常 目前呢我们已经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疫情之后的旅游业呢将与疫情之前有很大的不同 会有很多的改变 旅客本身对于旅游的概念也会认识呢 也会有一定的改变 俄罗斯各地区呢的价格也已经在有一定的变化 所以呢我们目前呢已经驱动了旅游和旅店的国家项目 其中包括了积极的旅店建设和机器 基基础设施的提高服务质量创新路线等等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 也是我们俄罗斯旅游界和旅游相关部门 准备今天给中国的同事们进行介绍的主要情况 那么今天呢我还想告诉大家 我们这次的在线展会呢 积极参与者可以获取我们今天的大奖式 撒哈林的旅游 双日游 还有摩尔曼斯克的两天的旅游 20%的优惠和圣彼得堡的旅游大奖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小惊喜跟小礼物 这个旅游呢 讲的还包括了两个摩尔曼斯克的北极之光旅游 那下面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和我们的主办方 俄方 是吉米安斯米利维茨 俄罗斯联邦旅游局国具合作部主任 吉米安先生您好 Yulia Zajkova 圣别的保留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你好 Yulia 你好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位 嘉宾是Yulia Ivanova 后备加尔边疆区经济发展部副部长 Yulia女士你好 大家好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中方的嘉宾 首先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对外联络部主任陈波先生 陈波先生先生你好 你好 Hello 徐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 徐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徐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国际国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 唐娟女士你好 好的 我们继续 来自中方的嘉宾 来自中方的嘉宾 还有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徐建波先生 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在线对接会 你好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还欢迎赵冠红维凯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好的 谢谢 朱志勇 北戴河宣传部 部长先生 你好 你好 老伯利金 李春兰女士 北戴河旅游文化广电局局长 同时我们也欢迎 建文艺先生 威海市旅游行业协会的会长 你好 你好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 桂林市旅游协会会长 黄大东 你好 和张继女士 中俄倡议中心的主任 你好 还有一位来自中方的代表 阿西德斯莫雅尔 SCI咨询机构创始人 中国市场促销专家 阿西德女士 你好 你好 好的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们可以开始了 下面呢 我想先请金兵尔格维奇先生 俄罗斯联邦旅游局国际合作部部长 进行今天我们开幕式的致辞 金兵尔先生你好 今天中俄的历史关系跟历史友好关系呢 已经有非常长的历史 尤其是这两年呢 虽然在疫情背景的影响下呢 我们旅游的准备呢一直在没有停止 我想问一下您在我们不久的未来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两国的旅游量是否会增长 那么我们的疫情限制是否会很快的会解除 谢谢 非常感谢尔乔乔某 我再次欢迎大家尊敬的同行们 我欢迎所有的参会者 单独呢我想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组织者 给我提供这么良好的机会参加我们今天的俄罗斯 旅游展览会 中国日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活动肯定会有利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旅游服务的推进的增长 包括那个俄罗斯联统内和中国的联统内 中国是我们的战略和最后半 而秋末刚才也提到了 已经存在着长久的历史关系 历史来往 每个国家都具备着自己的特色 包括人口、历史、文化和人民的习俗 此外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在亚洲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枢纽 在疫情期间呢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 每年的旅游有颗量有明显的增长 根据2019年的疫情之前的最后一年 基本上差不多200万中国游客参观俄罗斯 200多万俄罗斯人呢同样也参观中国旅游 但是疫情肯定影响到了对整个的旅游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可以说是2020年的下降率达到95% 甚至是来自中国的旅游者基本上终止自己的往俄罗斯的旅行 但是虽然我们的聘界被关闭了之后 但是我们的相关的部门还是继续积极的合作 就最近一段时间举行了 俄罗斯旅游部属下的委员会的会议 人文交流 他们的题目是中俄之间的人文交流 所以我们一直在保持着联系 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保持着良好的联系 有需要做的工作我们正在做 虽然现在中国公民完全可以现在通过航空服务来到俄罗斯旅游 但是现在还是很难预测 什么时候能够把我们的边界充分地展开 因为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渡株 比如说奥米克隆等其他的 疫情情况也不那么良好 制度取决于疫情的将来的蔓延或者控制情况 以及我们两国之间的政府的协定 我想强调的是 入境旅游大部分的份额是免签证的旅游 这是我们的旅游交换旅游团体的交往 所以我们认为旅游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准备签署新的一个政府间的免签证团队旅游的协议书 问题在哪呢 我们现有的相关的协议书呢 2000年都已经比较落后了 不符合于现实的情况 现实的旅游市场上的情况 之所以签署新的协议能够允许我们排出一些指制文件的情署 而且能够对于免签证的旅游造成很大的便利 我觉得签署此次协议也会有助于两国之间的游客流量的增加 我们正在希望能够与中方开始协议此次协议的方案 我觉得两国之间的交往的回复的一个比较优效的措施就是引用电子签证 因为大部分的来自中国的旅游者的年龄是50岁以上 但是年轻的人呢不那么愿意不那么喜欢以团队行事来 俄罗斯旅行 他们喜欢以小组行事来旅行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给他们造成比较更有吸引力的车件 来催促我们两国之间的旅行旅游业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吸引更有复活能力的 也可以这么说更有复活能力的重复公民来俄罗斯旅行 但是本来就有这个计划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把这个计划的实施再拖延了 那个病灾权阵呢一旦营用了的话 那这样的话中国旅游者可以在16天内都在俄罗斯街内 因为这个期限呢为什么选择这个期限 因为我们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领土也比较广大 所以那个电子收到了办好了 电子签证之后可以 已经在另一个州圣贝德堡委试点 已经做了个试验 结果非常良好的 比如说人家如果中国旅游者到了圣贝德堡 然后到从海深北 从普拉德布斯托克再回国的话 这就给他造成很大的那个压力 因为那个距离是很大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障碍都排除掉了 改好了比较并解的一个种旅游方式 我们现在也采取了所需要的卫生和防控措施 比如说在俄罗斯街内呢 现在必须得随身带着一些隐性检测结果 中俄英文的 而且它的期限必须得在到达俄罗斯街内的三天之前 而办理的这种测验结果是在俄罗斯的消费 维护消费权利的组织的网站上 都可以下载去观看 而且到了俄罗斯之后 也可以判定俄罗斯境内都有效的一种自愿医疗保险卡 这也可以一旦感染了那个新冠肺炎 这样的话人家旅游客旅游者就有一种保险 因为疫情的限制也创造了一些困难 比如说住宿问题参观一些餐厅或者博物馆等 其他的娱乐中心都有了一些限制 但是我们也想好了 所以我希望中国游客到了俄罗斯之后 也会更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的一些地区 新公开的一些地区 我觉得我们此次的会议 线上会议会给你们更好的解释一下 推介一下我们的良好的国家的各个角落 各个的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尽量阿列格维基发生的感谢您今天的发言 我觉得中国的通行们对于这方面的信息非常的感兴趣 也对我们两个国家之间 跟这个方向所发展的关系也非常感兴趣 现在我想请中国日的会议在我们今天的会议 发表我请陈伯先生 请致辞 请 有请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高兴出席 俄罗斯 世博会 中国日 线上旅游展览会 首先 我仅代表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向与会嘉宾致以诚挚问候 对本次论谈谈的表示热烈的祝贺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是全球首个与世为主体的国际旅游组织 秉承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核心理念 促利于提升旅游城市的品牌形象 积极促进成员之间的交流 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增长 自2012年以来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为 拥有228个会员 覆盖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 及楼业全产媒业的国际组织 去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旅游 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全球旅游也受到重大影响 2020年 全球国际游客数量 13.3 10.3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下降69% 应对疫情恢复发展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世界旅游业的共同主题和一致的愿望 随着全球疫情防控行政之中趋向好转 城市和旅游企业面临着行业复苏和振兴的重要任务 在应对过程中 旅游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旅游变革进程明显加快 旅游新兴业态蓬勃发展 旅游业新挑战 旅游业新挑战新机遇 主线 唯有准确实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才能把握主动 赢得未来 一是鼓励创新创造 提升旅游发展 大力支持旅游业创新发展 推出更多新业态 新主题 模式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充分利用大数据 云计算 移动通讯和智能终端 加强智慧旅游和智慧城市建设 积极推动旅游城市数字化 智能化 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 共同建设覆盖各城市的公共服务平台 二是加强统筹 助旅游业纾困 企业是旅游业的市场主体 发展根基 在常态化一行的背景下 旅游城市及相关企业 应全面加强抗议合作 统筹利用各方资源 探索构建信息共享 疫情防控平台 和旅游安全保障机制 共同塑造健康安全的旅游环境 为旅游业重启繁荣 储能蓄力 三是坚持互利共赢 真文化旅游合作 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悠久的历史文化 是中国游客长期亲爱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在旅游复苏阶段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愿充分发挥国际组织作用 并双赢 共赢 互赢 坚持更加广泛的合作 更加积极的行动 加速催化新趋势下 旅游也迭代更新 开展 积极的开展 与俄罗斯旅游城市的合作 进行宣传推介 为中俄旅游业营造 企业共生的旅游生态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愿意俄罗斯城市及相关部门 旅游企业 进一步共同携手 深化中俄的旅游互建 推动中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为中俄旅游产业 振兴贡献力量 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世界旅游必将更加繁荣昌盛 2020年以来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充分发挥组织网络优势 广泛凝聚行业智慧积极推广 旅游抗议和旅游复苏的相关策略 不断推动全球旅游行业 重新走向繁荣 以线上线下的方式 举办参加多次活动 先后邀请200多个联合会 会员城市和旅游机构参与 共同分享 有产业的复苏经验 为做好会员服务 促进中亚及周边旅游城市 平复苏 旅游产业发展 疫情长途化防控 我们还将在2021年12月9日 召开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中亚旅游会议 加强中亚地区旅游市场的有关城市企业 研究机构国际组织的深度交流与经验分享 届时也欢迎各位嘉宾通过线上连接的方式参加我们的活动 最后忠心希望 由疫情早日散去 全球旅游活动 尽快复苏 期待俄罗斯及周边地区旅游产业振兴发展 谢谢大家 陈先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和您的祝福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对外联络部兼会展活动部总监 感谢您的热情言语 我相信您所祝福的一切 我们也祝福 希望中国也是这样的 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地恢复线下旅游 并且我们的旅游游客的数量能够超过疫情之前的数量 下面我想将下一位发言人进行发言 优利亚在科娃女士 圣彼得堡旅游发展委员会 大家好,尊敬的同学 我代表圣彼得堡旅游会 先感谢给我提供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希望此次的会议完全有助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旅游业的发展 圣彼得堡按照传统是外国旅游者最受欢迎的 在外国旅游者之间是最受欢迎的欧洲城市 包括来自中国的旅游者 今天麻烦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圣彼得堡在题材游方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优势呢 有可能不是团队的旅游 而是一种小组旅行 比如说文化历史方面的,环保方面的 或者等其他的以题材为主的旅行 是,你说得非常准确 圣彼得堡是已经被承认了的 全世界的旅游中心 而且疫情之前 有客流量的60%是外国旅游者 一千万的旅游者在疫情之前参观了 其中五百万是来自中国的旅游者 现在当然我们的接待行业受冲击的 但是虽然现在的游业情况比较不那么良好 但是我们利用了这段时间为了改善我们在全世界的排行榜 旅游城市的排行榜加改善一下自己的位置 提升了一下我们的城市被承认为世界一种 世界里游城市当中被选为一种初等的城市 我们营销项目 我们的城市被保卫园会所推行的 营销项目再增加了一些新的区域 所以我们这种平行活动 营销活动被承认为全欧洲最佳的最有效的 而至于中国国民会感兴趣的一些题材油呢 我想序列如下的 我们在根据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排行榜 我们在美食游方面占了比较高的地位 等其他的 所以这就证明了 圣毕特宝对于国外的来自国外的旅游者非常好客 而且在美食方面是很有地位的 对于相关的游客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的游客是作为国家建造相关的义务的负责人 负责单位 是俄罗斯和中国相关的部门 最近的旅游业方面的活动的一个传扮人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回复到免签证的旅游方式 在疫情结束之后 能够达到这一点那就不错了 至于我们的份额呢 我们能够给你们提供非常广泛的一些旅游范围 包括主特的一些行程 主特的路线 等其他的非常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些路线 包括比如说装饰体育 比如说高尔夫球户外活动 医疗健康旅游 包括美容的等其他的回复身体的一些旅行 当然此外呢有一些传统的旅游题材 比如说因为我们的神秘的宝有非常厚的画历史被证 之所以我们是我们这里具备着一些世界文明的博物馆 完全可以组织一些大事般讲座 等其他可以参观参观那个国历 阿尔米塔士博物馆或者俄罗斯博物馆的一些分馆等其他的 也可以参观神秘的宝当地的最文明的画家和工匠们的展览馆和音乐会等其他的我们信任 我们能够给来自中国的旅游者提供非常广泛的选择 Yulia 非常感谢您的演讲 我们要加快速度 因为我们都已经拖延了时间了 我估计你都与圣贝德堡的旅行已经给了良好的一些解释 圣贝德堡的旅行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多元素的 现在呢请允许我把时间交给隋建波先生 他是从威海市接待我们的 他是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威海这个地方是非常受俄罗斯的旅游者 是俄罗斯旅游者最喜欢的一座城市 他的环境资源非常好 海洋的条件海洋的旅游的条件也非常好 我希望隋建波今天能够给我们看一段小视频 使我们的俄罗斯的同行能够看到 怎么能够推广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旅游资源 或者也可以分享通过这个视频来分享一下 从中国的旅游者角度来讲 怎么应该去更好地推广自己 推广自己的旅游方面的资源 好 隋先生 请 有请 好 主持人好 尊敬的杰米扬 斯米利文斯先生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云端对话 共谋中俄文化号旅游的交流合作 在此 我仅代表威海市政府 对俄罗斯联邦旅游署 国际合作交流部的邀请 表示衷心感谢 对长期以来 俄罗斯各界友人 对威海旅游业发展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近年来 通过成功互办旅游年和地方合作交流年 中国两国全面合作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内涵不断丰富 旅游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旅游市场潜力得到充分释放 这为我们山东威海对俄合作交流 带来了新的重大机遇 威海位于中国山东半岛最东端 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 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城市 全市总面积5799平凡公里 常住人口290万 境内拥有近千公里海岸线 山、岛、海、泉、城等构成 威海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阳光、蓝天、海水、沙滩、天鹅、温泉等6S旅游元素 更是俄罗斯游客来威海度假的标配 今年威海市由创意打造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 这条自驾路与阳光沙滩、温泉康养、中医诊疗 精彩演绎、风味美食和快乐购物等 旅游产品一起更好的满足来威 俄罗斯游客的度假需求 中国威海是最适合休闲度假的边海城市 这是俄罗斯游客对威海的评价 一直以来 俄罗斯都是威海重要的路径可原市场 威海也是山东省接待俄罗斯游客最多的城市 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辐射的俄罗斯远东地区 更是来为俄罗斯游客的主要输出地 从2007年起 威海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中俄威海边海旅游度假论坛 我们开通了哈巴罗夫斯克至威海 布拉格维森斯克至威海的国际旅游包机 2019年威海接待俄罗斯游客是4.1万人次 威海已经成为俄罗斯游客滨海度假旅游的最热的目的地之一 女士们先生们 同时我们也在威海多宣传俄罗斯 让更多的中国游客到俄罗斯旅游度假 让我们共同努力 做实做强做大中俄旅游的朋友圈 最后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辉煌 也诚挚地邀请今天云端相会的各位嘉宾来威海做客 那么接下来我将请各位嘉宾 跟随我们威海市副市长杨丽女士的精彩推荐 开启一场独具威海特色的滨海休闲度假之旅 共同感受威海的高颜值厚饼腹和身内涵 谢谢大家 这个国达威海 目前的看法是游客阶段的那种 威海谷 我们的名字禾是地区积力误ild 我许戏和威海 很感谢您访介绍和威海 他认为一名一名最好的国家的最高的国家 和认为一名最高的国家 威хай 是一名的国家 和西方的国家 国家帮助到自己的兴趣 和其他自己的资格 樹木 在河中,非常冷的,地上升但是依然," 飓人會高等能 forens上紳士休息。 不怕, yap凌业的高普通路。 地上收拾走。 威хэ在海上位了大約1000km, 城市街上、城市街上。 城市街上,在北口不同的城市街上, 城市街上的城市街上。 城市街上的城市街上有一點樓。 太空的温度 河上是在太空的身上 而水車 太空的水 水池不是放肆 太空的泉水 河的泉水 河上的泉水 还有木柯 所以你做何事 哦 寻思你 确认天空 泉水 条好 腿 的白肉 有白肉 而祈祿能 gdy要しました confer on compared섯时 has 十几十粒猿 羡itor 召唸 带出 dal Hughes MODO 澀讯 这些 雃isi gehad 走 告知 娶 为 不怕 incred quad jej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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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嘷 在这間学校外喻加强行学和去旨姬仪义 在这间里。 神医比神医 中相仰任是一举小朋友之一 和富之战的关系。 八个因素随師。 八个是最恨的地方 在用英国寓城。 有这个最优秀的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траны Си Цзиньпинг посадил Вэй Хай и подчеркнул важ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города, сказав, что Вэй Хай должен и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как прекрасный город. И сейчас название прекрасный город уже стало новой визитной карточкой Вэй Хай. На этом сюрприз Вэй Хай н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ы сами увидите всю красоту наше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города. Прекрасный город. Счастливее выехай. Ждет вас всех в гости. 中国物媒让万物开口说话 Счастливее выехай. Счастливее выехай. Юлия, добрый день. Хочется в гости. Юлия, добрый день. Юлия, добрый день. Юлия,欢迎. Того, мы. 大家好,我非常感谢给我提供这么良好的机会参加此次的会议 后面前是个变见区变讲区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俄罗斯的东方的大门 所以此次的活动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在疫情之前呢,中国旅游者是我们的主要的旅游者 我们的旅游公司已经在市场上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他们非常期待着边界能够尽快地展开 因为都已经想念了中国旅游者都已经准备好了新的路线新的节目 所以这个疫情期间呢,最近两年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正在准备一些中国旅游者会感兴趣的一些项目 有新的有游行新的项目新的路线 此外呢,我们还想利用这个时间来分析一下 在疫情之后,中国旅游者有可能会有所更新的 有可能他的年龄会小一点,会更年轻 这样的话,我们正在适应到中国旅游者的需求 在霍布加尔州旅游业是一种有新发展的经济的一部分 那年以前呢,我们是看到了中国旅游者的大大的增加 每年的增加率是5倍呢 之所以疫情呢,为我们的冲击是很有影响 但是我们进完疫情结束之后 这样的游客流量还是会那么大的 我们呢,那时候是完全准备着接待中国旅游者 我想提到的是,我们有很多的自然资源 也是世界的中国旅游者也非常喜欢参观的 有其他的律师文化意识等计划的项目 中国旅游者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些 艺术品、工奖品、工艺品 比如说像素、雕塑等 而且我们现在又开了一个新的公园 在露天的地区能够看到很多的油木头等 其他的材料所制作出来的雕塑 当然疫情之后我们也承担新的一个义务 比如说在卫生和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 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流程 在住宿的时候必须得提供自己的二维码 或者野性检测结果 我们对住宿的民宿的消息也有所提高 在卫生方面等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的安全的住宿地方 我们很愿意邀请大家 12月9号邀请大家参加一种 本次活动当中的后部杰日 后部杰边江区的日 非常欢迎参加我们的活动 多利亚非常的感谢 你这么有意思的一种发言 我觉得中国童话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完全可以再提出 在我们的将来的活动当中再提出来 当然也看看你们的地区的推介 网络信赏会议 是科普加尔的讲述 已经早就受那个中国旅游者的欢迎 现在有情况有所改变 而且那个旅游者的面貌 画像也会有所改变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适应到 非常感谢Yulia 现在呢我想把时间移交给李女士 李初南女士 她是北戴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局长 北戴河当然是世界文明的 她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非常充足的 李女士也准备好了一个视频 也能够推介给我们 怎么能够做样品做样本 或者点赞怎么能够推广自己的地区 李女士请 尊敬的杰米昂斯米列维茨先生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诚挚感谢俄罗斯旅游署国际合作部的邀请 让北戴河有幸与大家在云端相聚 同心推动中俄旅游合作交流 我受书记区长委托 代表北戴河 向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深情的问候 衷心感谢长期以来对北戴河国际旅游的支持 北戴河是一座因旅游而兴的城市 也是一个因度假而闻名的地方 是近代旅游的摇篮 被誉为中亚避暑地之冠 是俄罗斯游客最喜爱的中国避暑度假地之一 俄罗斯是北戴河最大的境外客源地 旅游合作交流以友好往来十八载 北戴河是生态的画卷 绿色是最浓的底色 这里一弯金沙拥碧海两山绿树眼红楼 有沁人心脾的城市森林 沙软绵延的天然玉闯 海鸥翔及的万亩湿地 碧海金沙天然仰霸的大花园 备受游客青睐 毛泽东主席称 北戴河的阳光空气大海最是吸引人 是对北戴河的高度评价和宣传代言 北戴河是文化的名城 典雅是最深的底蕴 这里阴晕着帝王之大气 文化之雅气 秦皇汉武等二十多位皇帝铸臂 张学良 梅兰芳等众多名人汇聚 毛泽东 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不朽诗篇 在这里 特色鲜明的博物馆 艺术馆 老别墅 镶嵌城中 文化博览游让您在不经意间 与帝王的足迹重叠 与名人的指痕触摸 北戴河是康养的圣地 养生是最大的吸引 北戴河的旅游发展史 也同步书写着康体修养史 从古代秦皇求先到近代光绪皇帝预批的避暑圣地 再到新中国成立后 全国最大的修疗养基地 康养一直是最强大的基因 中医太极等是最核心的吸引 北戴河是度假的乐土 浪漫是最美的色彩 清晨到鸽子窝感受红日玉海的壮美 白天在浴场浸向阳光沙滩 乘风破浪的激情 在街区品味 海鲜啤酒美味的畅快 夜色到碧罗塔欣赏浪漫浪淘沙北戴河的试听盛宴 北戴河是爱的圣地 每年都吸引20亿万对新人拍摄婚纱照和蜜月旅行 北戴河是亲子的乐园 野生动物园在绿树金沙中体验真琴奇寿的野趣 激发梦想王国 越于科技中体验自然的神奇 最爱推荐的是民宿和营地盐学游 北戴河已有百余家精品民宿和十余家特色营地 2018年 俄罗斯海洋全俄儿童中心的主任安德烈一行 亲自到北戴河哥华营地考察对接 共推营地合作 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哈巴罗夫斯克市太阳舞蹈 太阳世界舞蹈学院的院长 葛琳达女士从2003年开始 每年到北戴河进行中俄文化交流活动 演出已达200余场次 深受北戴河人民和广大游客的赞誉与喜爱 为了促进中俄文化旅游交流 北戴河新建了中俄文化产业园 所有的旅游接待设施 从环境到设施 全面地进行提升 2018年9月16日 以开放的北戴河共同的旅游梦为主题的 中俄旅游资源推介会在北戴河举行之后 疫情虽然阻断了我们的旅游往来 却让这份期盼更加的深厚强烈 今天的线上相聚 共化区域间的旅游合作交流 共沾旅游发展前景 为北戴河与俄罗斯在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的合作 搭建了互助互惠多赢的发展平台 真诚希望通过此次会议 与各友好城市一道 携手同心 开启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旅游文化协同发展的新征程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各位嘉宾朋友幸福安康 吉祥如意 接下来请各位嘉宾通过视频 观看北戴河的风采 真诚地希望大家爱上北戴河 北戴河欢迎您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打赏 35wal领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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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中的光线 水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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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中的溫度 每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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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每个检测 每十百年代的世界 每一大小小的世界 每一大小的世界 每一大小的思讀 明天和夜 感谢观看 是你的心情 你永遠都不可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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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每个人心中有两个路 一是一种更远的地方 另一是你的家庭 我们继续走走 不停留意 找新的一步 探索的愿意 尚搜索的最有限 找新的愿意 尊重心 用心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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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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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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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м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познакомить вас с городом Вэйхай который счита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лучших приморских городов Китая и признаю ООН как самый комфортный город для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Вэйхай это колоритных городов Китая, который привлекает посетителей своим изяществом, удивляет своими богат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а также восхищает туристов свои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и значениями. Синя�е небо, яркое солнце, спокойное море, нежный пляж, милый лебедь образуют очаровательную картину в параметрах пятьС. Weihe расположен на параллелах 37 градусов Северной Шириде. Солнце здесь просто чудесно! Оно очень теплое, но при этом не обжигающе. Туристы могут спокойно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 Солнцем не опасаясь, что получат солнечные ожоги. Weihe имеет большую по протяженности перековую линию 在1000塊的路上, 在一圓的设法住宿。 設定像是牆壁, 包括一個女的長命, 多遠是祝福祖父母。 我覺得海這裡是色的色, 而且水水不是比性! 這裡有幾乎的蚂, 像是秘密。 作詞和哨傷。 在雲中空一天之一。 降到王主席的雲。 時, 准备小群群群群, 在旺方的世界中远方向寺 originesiservais. 這些英雄兄兄弟 卻卻登宴, 繼而離, 估計是 讓我一起驅逐, 他們會發生在罪, 忘記了到 Roderick的歡迎。 庄的庄居在美人的本地上 它有四个主要的孰导 每个的孰导 在最好美 是非诚的庄居 它比较少庄居 庄居住了很多庄居 例如,亚厅库居 是传统的海岸的庄居 在庄居居住在大学居房居住 有藝衣导 которые соединят три страны Китая, Японию и Корею Город Вэйхай славится не столько высотой сколько их необычайн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Лето в Вэйхай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е время для морского отдыха В Вэйхайе расположились примерно 185 остров над которыми всегда летают чайки и цапли они красивые, цвеобразные идеальные для мор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Осень в Вэйхай это период скорого урожая Город обладает самой крупной рыб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базой Средн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годов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морепродуктов на душу населения составляет более 1 тонны Вэйхай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ым районом по выраживанию яблок а также крупнейшим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м из жира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женщины в Китае Сима Вэйхай это хорош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оздоровительного лечения В городе и в деревнях повсюду есть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здоровитель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гармонии жизненной силы ин и я очищению кровеносных сосудов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дыхания и жизненных сил В городе живут 280 пожилы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м уже исполнилось 100 лет они стали легендарным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 долго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жизни благодаря регулярному прохождению лечения в горячих источниках города Вэйхай Вэйхай обладает богатой историей в ходе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а первый император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Чин Шихуан прибыл в Вэйхай с целью поиска эликсира жизни Город является местом прохождения таойской школы Чуэнчжэн знамениты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этой школы Бан Чуньян и Чу Чути практиковались здесь Остров Люгунтао остается переломным моментом столетней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китайцев с зарубежными захватчиками Вэйхай обладает яркой экзотической чертой Вэйхай как самый близкий город в Китае к Южной Корее имеет большое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в покупке корейских товаров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пробовать корейскую кухню город также богат культурной жизнью в Вэйхайском Большом театре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ходят прекрасные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а городские библиотеки работают круглосуточно изысканная музыка и аромат книг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кидает город В июне 2018 год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траны Си Цзиньпинг посадил Вэйхай и подчеркнул важность развития города сказав, что Вэйхай должен и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как прекрасный город и сейчас название прекрасный город уже стало новой визитной карточкой Вэйхай на этом сюрприз Вэйхай н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ы сами увидите всю красоту наше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города прекрасный город счастливее выехай ждет вас всех в кости 中国 в мире 中国物媒 让万物 开口说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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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